萨西师范学院也是个大学了 这个老师自杀了 写了一封遗书 这个匪夷所思 我觉得这个简直没办法相信 是吧 我这种见多识广的大思想家 人生大阅历家 我觉得都没办法相信他这个说法 大概在他那个遗书里说 校领导让他要杀死他的妻子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自杀了 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这个事 那么现在他的妻子来回应这个事了 我们看看这从逻辑上 怎么能可以讲得通这个事 萨西前学院院院长 男人书记 这个字好像念 我上次我就没读 是不是念座呀 一个大理人一个五念什么呀 这个字挺凶的 看 你 单历人 加 五 五 念五啊 就是古代那种给厌师 厌师的那种叫做什么 武功啊 武作呀 武人啊 行武啊 那个武啊 学了一个字啊 武书记武路 你看这个名字 武路 武路一样 和其他校领导 财务处长 收受我死亡 我现在贿赂 引进我样 我干坏事 不然用其他老师 暗示要杀我妻子 回我家庭 我不愿意做坏事 所以自杀了 我没有抑郁症 我们精神没问题 纯属被逼无奈 这个没办法评论呢 朋友们 我觉得 虽然我觉得我对大学也不是有很好的观感 但真的这样吗 我们再看一下 早上他七点都不到八点出门 如果说他十点的课 他要去上课 九点九点四十四的时候吧 因为我手机不知道怎么给调清音了 他给我打视频 我没有接到 然后我就 他给我发了一段告别的话 我再联系他就再联系不上了 我就去屋烟调监控 然后就九点半多吧 然后就是进了家属院 就往楼上走 可能他就连家门都没进 那个时间 然后他就上了顶楼 然后后面监控就看不到了 后来 又是在平台上 简直匪夷所思 那么这个音乐口出问题 上一次好像是四川音乐学院 就是那个老师 好像都成外国人 但是还在这里教学 然后这个这里有贿赂的问题 反正一团乱糟糟 就是音乐系统那个教学 那里出的乱七八糟的事 那个就挺非一所思的 这个事就更非一所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都是剧本都没办法写 这个得知道这个真实的故事 是是什么 当然这个真实 也就是期盼吧 恐怕永远 烟灭